30万去买一台纯电的SUV 它的车身比特斯拉的Model Y还要大 轴距比未来的ES6还要长 据说还有全球500强企业的一个技术加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身处的是一个商场的环境 现在很多新能源展厅都已经往商场里面去开了 包括这里即将开业的Smart展厅 隔壁是个比亚迪 我后面还有一个爱安 然后旁边是个吉湖 再往身后是一个一气大众的城市展厅 你有没有试想过你跟老婆逛着街顺便把车买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吉湖汽车阿法T 这就是吉湖的阿法T 定位是一台中型的SUV 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品牌 这是北汽旗下的一个全新新能源品牌 定位是一台中型SUV 但是它官方称这是一台全地形的SUV 但是你看这个外观你觉得像吗 我觉得像城市SUV多一点 那它的续航是多少 我觉得它也不像全地形SUV 说起它的续航 它最低都有480公里的续航 最高能去到653公里的续航 其实它的售价也不贵 24万到32万这样一个售价区间 关于它的加速成绩呢 那这就厉害了 它比未来的ES6 4.7秒还要快 0.1秒 平时消费者过来看这台车 有没有不知道吉湖是个什么样的品牌呢 哦 肯定是有的啊 然后我们这边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吉湖呢 是一个顶级设计师 跟一个顶级制造厂就是麦格纳 我们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 哦 那像平时过来看车的消费者 都是些什么人群居多呢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社会中间利样 就是包括企业的一个中高端 收入比较高的一个群体 会关注我们这个品牌多一点 那像他们过来看这台车 会拿哪些竞品对比多一些呢 像零克零九还有Model Y 零跑的C11都会是我们的一个竞贴 跟这些竞品对比的话 那这个αT的优势在哪里呢 优势就是由麦格纳一个驾驶打造 你也知道 还有一个自适应的全地形的市区系统 然后优势的话呢 我们这边配置高 续航长也是我们的优势 好的 那消费者买了这台车回去 他们一般的售后保养 去哪些地方解决呢 我们这边是有两个售后服务中心的 包括我们会提供一个上门取车保养的服务 哦 能上门取车 那这样会更好了 是的 那现在这台车有优惠吗 现在有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有一个自换优惠 但是具体的话呢 要看一下当地的一个经销商的一个优惠政策 消费者买哪个版本会多一点呢 282,300的这个会卖的比较好 就是这个653续航版本 这个麦格纳是什么意思啊 那这就厉害了 这个麦格纳是个制造商 全球500强的企业 之前有给过BBA这些车型做过代工的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台新能源了 喂 有边框的车门哦 现在临跑C11都用上无边框车门了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放心 不过我能源回来的 刚才说了它是一台全地形SUV啊 所以用了有边框车门能增加车身刚性 嘿嘿 哇 电动方向盘了 几乎都给你用上了 你看这满车的屏幕啊 现在呢 你不用多几块屏幕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台新能源了 这一条长屏 4K的 中间的空调操作区域也是块屏幕 前面的双幅方向盘呢 摸起来 看起来都挺好的 但是我发现有个疤 就是在这里打方向的时候 这里会误触到这个按键 就切割了 还有下面 虽然说掏空了 但是这个杯架怎么拿怎么不就手 灵魂拷问 设计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这台车怎么选呢 首先它的竞争对手 肯定不是特斯拉的Model Y 以及未来的ES6 看得上这两台车的人 压根不带看这台车一眼的 那么这个价格区间 都有什么车型可以选呢 领跑的C11 比亚迪堂EV 还有爱安的LS 那这三台车都有什么看价本领呢 像领跑啊 它的无边框车门对吧 然后唐EV刀片式电池 Aion LS更厉害了 它的续航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以上 当然这个版本是非常贵的 那像这台几乎的Alfa T 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的麦格纳技术加持啊 世界500强的工厂对不对 还有一个自适应全地形的四驱系统 包括还有一个93.6度电的大电池啊 随随便便它的续航都去到600公里以上了 现在的主流续航有个600公里已经很牛逼了 那今天我推荐你买的是26.19万的那个版本啊 配置啊各方面都已经完全够用了 续航也不用担心 而且还给到你一个20英寸的轮毂 配的还是米其林PS4的轮胎啊 只不过嘛 对比起刚刚重庆车厂刚发布的Alfa S HIGH版 我更期待那台车毕竟有华为的技术加持下 那套辅助系统会做得更好 所以那台车更加的有吸引力 而且还 regres会 更多 customer long 属于相产度的软直的软件 可以还是更好 这些目前还要煮到 可以帮忙 现在我们就算了 очки统会 对比赛 我们再次转过去 我们再次转过去 我们再转过去 我们再次转过去